香港教育故事系列 来到第四本了 《成教成传 九龙学校的故事》 目的是回顾九龙区的教育发展历程 也兼及该区历史 《九龙堂 加多利山 窩大路途山》 这些区校临隶 究竟有什么历史议员呢? 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其实细心留意九龙区的街道 例如那沙利道 培政道 曾江里等等 原来都可以找到教育历史的足跡 挺有意思的 上个世纪中期 本港画院盛行 戏剧表演兴旺 学校的艺术教育功不可没 可以说营造了九龙区文化艺术的氛围 除了史料 本书更透过六位作家的文字 让大家感受区内人民生活面貌 和社区空间的变迁 我和编著团队一齐走访多间九龙区学校 由各位校长 老师和资深校友 亲自分享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校园生活 有些人说阿松你当然是学博 我说对不起 出了什么是学渣 那又不是 那先离一家 所以联丹田就是睡在这里联 这个又是培政老师 另外我画画又是培政老师 因为有一些意见 我是被人抓我上去立法会 被人公开质声我 我都不会这样放弃 三方合教其中有无限一棵城 只是五十分以下已留令退学 哇 真是虽然 这个香港九龙城的环境 四十年代是怎样呢 打完仗之后 地下还是凹凸不停的 因为炸锅 经济很差 丰富的访谈内容 会上载到本书网站 让大众都能够听到 这些九龙学校的故事